站在這個地方要跟各位談這個案例 好像這個不知道從哪裡講起來比較好 因為剛才的這個介紹裡面好像要有非常精彩的公司的介紹 但是我今天是代表我輔導的公司來這邊跟各位解釋 說明他們被我們輔導的東西到底在搞什麼鬼 所以這公司基本上非常的隱密 所以好像不能講太多 然後等一下剛剛聽說還有錄影 然後還要我簽名 所以可以公開在網站上面 所以壓力就很沉重 我們在做這個品牌的輔導 其實應該是今年是第二年 我們是第二年 這兩年來其實我們一直在討論一個問題就是 B2B的品牌跟B2C的品牌 當事長你有幾個人嗎 對 對 能這個 漂亮又年輕美麗的董事長 沒問題 對啊 所以妳一歲 這樣好 我今年一歲 OK 所以我可以從這個學習的地方還很多 好 感謝妳 是 你說我有多少客戶 差不多 差不多 大概65 好 差不多100個以來 所以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今天在看一個B2B的商品 它的品牌所要對應的 而且是全世界對不對 我看妳可以說得那麼好 應該是全世界都有客戶 所以全世界多少 差不多60幾個 我們說100個 100個 各位回來想想看 我們在做一個B2C的品牌這件事情 客人有多少個 隨便做一個餅乾 消費者有幾個 通物有幾個 我們在台灣裡面怎麼算通物就不止67個對不對 所以妳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B2B的品牌跟B2C的品牌 在操作跟概念上面 原來就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妳要LEVERAGE的 妳要碰到的那一些人 基本上是有限的 但是它可能橫跨了全球 但它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簡單講 在今年這個案例裡面 它是一個工具機零組件的一個供應商 那也是我們中間企業之一 但是各位不要猜到那一家 我跟妳講不是那一家 好不好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為什麼有這個起源在品牌這個輔導案裡面 很重要一個原因就在於 其實他們面臨很大的一個交貨的壓力 因為我們知道這幾年 因為整個智慧型手機的一個蓬勃的發展 其實台灣在工具機這一塊 有非常非常好的出貨量 那相對應的這一些供應商 他們就面臨到很多的單子來不及交貨 就會有所謂的產能不斷的擴增 也來不及交貨的壓力 各位理解嗎 所以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就找了我們來探討說 我們這樣的一樣的產品 現在這麼樣的工廠長期的壓力之下 所有的員工這樣不斷的在加班 我們怎麼從日本的經驗來看 我們這些B2B的製造商 怎麼去改善這樣一個問題 而我們就把它拉到所謂的通路這一端來看問題 通路 所以對董事長來講 你的通路在全世界67個通路 這樣了解意思了 你的通路就是你的客戶 所以我們的這一個輔導的對象 他可能在全球他的通路 他大概就是五百個左右 但是他比較特別的是 我想跟在座很多B2B都一樣 你剛才67個裡面 可能也有全部取消 可能也有一些經銷有了嗎 所以經銷就等於是二級通路 它是兩階段兩段的 那取消是一級的通路 所以所有這些通路的資源的 重新的整合跟調配 所以對於通路經營這件事情而言 對於我們經營品牌這件事情而言 就變成非常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用去電視上面 花錢做廣告 沒有嘛 要這樣做對不對 但是我們到底要對誰去做 Promotion Marketing 甚至給他一些Pricing的誘因 要給誰 這67家你要給誰 你的經驗那麼好 你可能會告訴他們說 你們都不用 所以你會回來思考 什麼樣的客戶給他好的價格 對不對 所以當你的客戶 如果今天是500個 5000個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到什麼 你用你的直覺沒辦法判斷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通路 輔導這個案子裡面 開始協助他們把原來傳統的BU導向 加上顧客導向 或者我們稱為通路導向 把它引進這樣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的做法實際操作上面是怎麼做呢 剛剛我提到就是說 其實整個在需求面的角度來看 它面臨很大的一個挑戰 那它就必須要從它的整個的供給面去做一些調整 那整個發展這樣的一個概念裡面 它必須要做一些事情 它做什麼事情 它其實就必須要回到它的所有的通路 把它做分類 好 那我們通路怎麼分類比較好 各位 我們怎麼分類我們這些客戶 我們希望怎麼分類 分它是男生還是女生 不是嗎 分它在亞洲還是美國 好像也不是 分什麼 基本上來講 很單純的模式通常都會去分類 我們的顧客可能對我們的貢獻度 放為一個軸度 我們公司的產品放為另外一個軸度 希望在我們公司長期貢獻越高 跟我們高官的產品越多 代表這個客戶是怎麼樣 是一個更相對好的客戶 所以在這個位置的客戶就是什麼 相對好的客戶 所以用這樣的一個架構圖去看懂我們的通路 才有辦法回來解決我們的品牌 在對應通路需求的時候 怎麼樣去 narrow down 我們真正的需求 為什麼 因為可能有我們的競爭者 來當做我們的客戶的 來給我們亂的也有可能對不對 好 所以說 我們在整個做法上面 我們導入了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這個其實老師都有教過 就是ABC 把所有的費用 我們現在在工廠裡面的費用 都是做到產品下限就結束了對不對 我們現在所謂管銷的成本 剛才兩位報告人的成本 應該都是照什麼 照比例分攤回去對不對 但是其實他們兩位的成本 在某個產品可能都沒有人炒他 所以他們成本不應該跟他有關 他們的某些成本搞不好是 拿兩個客戶搞不好叫澳洲來的客戶 可能炒他們很多 所以這個客戶的成本就變高了對不對 可是現在我們不算這個 我們通常都算什麼 我們都算工廠下限以前的成本 我們很會算 但是呢 剩下來的成本就當做什麼 三比數 多少用下去 結果一個法務就被超死 然後呢 再多的法務也不夠用 那老闆一定不會再用兩個法務 為什麼 因為他是費用 因為他的費用 沒有辦法直接算到67個客戶上面去 所以老闆就覺得一個人就夠 那當有134個人的時候 134個客戶老闆就讓你請第二個 這樣的嗎 可是這樣是不合理對不對 所以問題就回到 我們沒有從顧客的角度看成本 我們只有從什麼 從產品的角度看成本 那這樣的觀念其實在消費性市場 早就這樣在做 但是我們在B2B的市場裡面 越來越多的企業主面臨我剛剛講的問題 就是資源怎麼重新分配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建議他開始先學習 把本來的這些費用 攤回到顧客身上去 我們現在只攤到什麼 攤到產品 所以費用現在都怎麼算 我跟各位報告 第一個用評效 我們公司工廠如果有100坪 就把費用出100 然後每個單位如果30坪的就算30 然後50坪算50這樣對不對 第一個用評效 第二個用人頭 你們這個部門有5個 那個部門有10個用人頭分 第三個用薪水分 你們這所有的費用加起來是100 然後你們這個部門占20% 所以你們就分20%走 這樣的方式都造成什麼 資源不斷的被浪費對不對 有什麼因為不賺錢的客戶 在產品的成本那一段好像他賺錢 但是其實在我們什麼 後台把我們拖垮 尤其我們在做VtoV 剛才你就有發現到 你67個客戶 那這人 我們對方派來spot 就把你撥死了對不對 所以 我們用這樣的概念 其實很容易被大家接受 因為 將我們的產品成本這一個軸 再加上一個顧客成本的軸 這兩個加進來之後 忽然可以讓我們看懂 我們的顧客在我們的公司裡面 排的角色就不一樣了對不對 這樣當主席你現在很快就聽到了 這樣做好像很快就看到我們的公司 會自願投入的一些做法 好 那這怎麼做呢 這裡面其實在我們的第二步 有了剛才那個動作之後 我們就來協助我們的顧客 去導入 怎麼樣把這些顧客 做為我們的未來發展 短中長期通路的結盟關係 這樣對不對 不然我們做到不來都變成什麼 你知道嗎 每天也在那裡看價格 我們去參展 然後大家參考之後 大家就來下價格 對不對 但是我們如果能夠有中長期結盟的 一起研發 這時候就不是參展 才會看到東西 而且參展的 對不起 結束中的 不然你就遵守了 因為什麼 我已經有自己好的朋友在後面做了 所以呢 我們在整個剛才那個概念裡面 就可以簡單把我們的通路 分成不同類型的通路 提供我們不同的 配合的解決方案 來跟這個通路去做結合 那 越是我們長久穩固的通路 我們就應該跟它結合更深 對不對 我們就不應該 還找不到長期的夥伴對不對 我們就不應該很不容易 去申請工業局的補助對不對 因為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好的夥伴 一起來提案 而且可以提得更偉大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去做什麼 我們可以去做未來的創新研發 我們可以去做製程的優化 這樣的東西都已經比我們現在 near future product innovative 來得更有未來性 這個未來性跟誰在一起綁 跟通路綁在一起 我再次強調 你的客戶就是你的通路 所以你的品牌的關聯度 把它用這個模式去想 你就發現到 我們品牌中長期抓得出來對不對 可以抓出來了 而且你們比較好抓 比消費性市場好抓 7-7還沒有你們這麼簡單 7-7開4-5千個店還很難農 你們比較好做 好來 所以 因為這樣子做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怎麼做 How to do 在歐美國家早就用Matrix在做一個公司的管理 但是台灣這麼多年來 我們的成功也在於我們的BU導向 我們的不是那麼的進步也在我們的BU導向太穩固了 所以只要跨領域的產品都做不出來 你們公司 假設你們公司有三個產品 你們公司有兩個產品線 這兩個產品要做出一個新的很難 對嗎 你要自己在那裡找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到問題處在哪裡 我們的BU導向以產品成本的角度 進來做事情的時候 好像大家都很會管理 但是問題我們要什麼 我們要一個新的產品的時候 可能是要把 某幾個產品都在一起做剛才的研發 這時候怎麼辦 我告訴各位 最好的做法是 把這個橫軸變成是一個project base pass force 本來的BU沒有變 把橫軸需要的某幾個產品的功能 因為你已經確定跟哪個通路可以合作對不對 你已經知道研發對象是誰 那大家一起要合作 我們內部怎麼形成共識 我們組織什麼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自己的 橫軸的人兜起來成為一個project 去跟某個通路來做tie up 好 最後就要告訴各位 這個project裡面參與的member 要給他什麼東西 給他授權 絕對不要派BU的主管 每一個人都來 結果到最後結局 還不是BU來開會 沒有 要每個BU主管派出一個 他未來的得利屬下 由他代表他來做決策 回去之後你們內部怎麼報告 我們都沒意見 重點是在這個project裡面 每個人都可以做決策 所以這個橫軸就可以展開 形成跟原來的縱軸 產生一個metry的一個經營方式 這是我們在這樣的一個 通路輔導案過程當中所看到的 三個很重要的一個 對我們台灣的企業而言 其實真的不難 真的也不是太複雜的事情 但是我們也實際上面 經過了這樣的完整的一個過程 我們就發現到說 這個不難對於企業裡面 如果有更多更多的 部門跟產品存在的話 它的難度真的變得很高 因為既有的既有的事情 都已經做不完了 那這三件事情也是我們 在這個計畫裡面看到 我們的輔導對象 他們比較能夠發現到 原來我們還有一些不一樣的方法是 我們在同業間 大家不知道的東西 透過我們的輔導 能夠把這些經驗分享出來 能夠也利用這個機緣 能夠透過我們今天品牌的這樣一個機會 跟大家來做分享 我再次強調它是一個B2B的經驗法則 那B2B在台灣其實相對於B2B 其實成功很多在國際化 那我們接下來要面對的最大的挑戰是 怎麼樣讓剛才講的這樣的一些ABC 標準的這幾個程序 直擊回到我們公司的企業文化裡面去 我最後自己的觀點 這不是我客戶的觀點 我自己最後的觀點是 我們的企業已經進入到所謂的 三四十年四五十年的企業年齡的時候 這個機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是協助我們企業在做接班 我們看到非常多我們的企業主 因為他們第二代都在國外念書 他們對於第一代成功的過程當中的 辛苦的累積沒有辦法理解 但是他們往往希望能夠帶進很多 國外的知識跟價值 可是跟原來的企業文化 會產生很大的一些衝突或者是衝撞 那我們認為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一些 步驟跟方法都是在協助內部建立共識 而不是那個推土機就推進去 我們其實是透過Walkshout的方式去限購 企業裡面的主要中上階級幹部 理解這些事情而由他們自己做實作 不是野村來做 是由他們來實際操作 所以在這樣的操作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覺得 我們能夠把這樣的東西 日本的一些經驗跟工法移植進來之後 由我們的製造業的夥伴實際去做操兵 那我也覺得很快的 這樣VtoV的一個實際的經驗值 透過我們品牌的計畫 應該會形成一些蝴蝶效應 因為所會的人就不會只是野村的人 是這一些在VtoV服務裡面的這一些 不同階級的主管或幹部們 那我相信也有一天大家會散在不同的地方 就會知道怎麼樣在未來的競爭過程當中 透過所謂的品牌 其實就是掌握通路 而所謂的通路對VtoV就是你的顧客 而你的顧客如果你把它分得很清楚 哪些人就是買賣 哪些人就是可以做研發 哪些人還可以做製程優化 你把這些事情分得更清楚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我們跟顧客的關係 就不是僅止於原來我們只有單子往來的關係而已 以上大概是我的補充 以及我代表我們的這個輔導客戶 跟各位所做的說明 謝謝